墨西哥的南部小城 一个阴森诡异的小岛上 存在着一个看起来像梦魇一般的场景 这里散乱地吊挂着数千个 不旧的残缺的娃娃 一个广为流传的恐怖故事 使这里更加让人望而胜未 这期三哥带大家走进 诡异而惊悚的墨西哥鬼娃岛 墨西哥鬼娃岛 又叫墨西哥娃娃岛 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南 与霍吉米尔坑之间的 在收落湖上 是一个极为诡异的地方 一千多个鬼娃娃遍布于拳头 墨西哥著名的鬼娃岛 有着很多古老的传说和故事 据说曾经有三个年轻的女孩 再次被打 其中一个被淹死 从此当地的居民每一碗都被疯了余生的惨剑 为了让愤怒的灵魂得以安心 居民们开始放娃娃做祭奠 当地人认为这些娃娃可以起到驱鬼的作用 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 在晚上可以看到人偶自己行动前 这样的恐怖怪谈 让整座本来就相对原始的岛屿 变得越发神秘 经过多年的风雨冲洗 有些娃娃还很完整 有些早已残损 只剩不分之体 数千个被绳子紧绑的娃娃 万如美国经典恐怖地 鬼娃回魂的场面 让娃娃岛更显惊悚 关于墨西哥鬼娃岛 还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 1951年 传说有个花匠听到了一个小女孩 在附近运河溺水的呼救声 她立刻行动 但是仍然来不及拯救 那位女游客的生命 从此 她的灵魂一直不能得到安心 花匠每晚都会听到 那名女游客的惨叫 而且梦中 见到小女孩的鬼魂 为此她痛哭不堪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类似墨西哥鬼娃岛的阴森而恐怖的地方 数不胜数 如果你对这些地方感兴趣 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 三更十路 回复地方 即可查看 世界各地的灵异邪地介绍 连着几天 花儿将在运河中钓鱼的时候 都吊起了旧的不我娃娃 花将认为 这是来自地府的旨意 为了认出这个孩子的鬼魂 她于是开始四处主动搜集旧的人了 然后将这些娃娃挂在小岛的树上 这以后 陆陆续续不断有好奇的人 也把自己的旧娃娃挂了出来 尽管如此 花将也并没有得到善终 这些人偶反而是女孩的灵魂得以复处 2001年 花将被家人发现 淹死在同一条河里 几十年过去了 娃娃在中美洲炎热的气候下腐烂发霉 变得更为可怖 渐渐成了猎奇者的乐园 岛上的玩偶有些看起来 很像真的小孩 很多游客会觉得 他们总被人注视着 让人鸡皮疙瘩掉一滴 毛骨悚然 也是因为这点 特别吸引一些喜欢刺激的时下年轻人去参观 三更了 你敢去鬼瓦岛 探险吗 探险吗 中文字幕——YK